因多年来在中医药海外传播中的杰出贡献 近日,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陈振 获颁2018全球华小华人年度人物称号 颁奖礼上他回忆 30年前自己踏上东方列车到达布达佩斯 自此开启了中医药在欧洲的传播之路 1988年,就是30年前 我们坐上了东方列车 在执行到各家的任务 那时候我们在执行到中国和欧洲的地区框架协议 到欧洲去传播中医 那时候我们就是坐着东方列车八天八夜 转转,从轨道从宽到宽,右载到宽 到那边传播中医 一晃到30多年前的事情 为了让中医药在匈牙利得到政府层面的认可 陈镇二十多年坚持在当地媒体发表介绍中医的文章 自费出版中医药书籍 并把相关术语翻译成英语和匈牙利语 每一年陈镇都会举行大型议诊 免费为各地赶来的病人看病 经他治疗康复的患者不计其数 其中不乏政界高官 这也让中医渐渐进入匈牙利主流社会的视野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中医药立法在匈牙利被提上日程 现在在欧盟现在只有一两个国家立法 最早就是匈牙利 后来捷克也慢慢立法 我们想用中医药 中医药作为古老传承文化的亮丽的名片 在更多的国家得到立法 得到保护 我们大学毕业 中医毕业的五年的 中医师都可以到国外去拿欧盟的行业制造 这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 目前由陈镇创建的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 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欧洲境内 唯一符合欧盟标准的天然药物制药厂 300多个产品获得了自由销售许可证 并在欧洲17个国家注册了90个专利 他说这样的成绩是两代海外中医药从业者 实实在在打拼出来的 很多老教授和前辈们 已经等不到这一天看到40年的成果 其实这个非常感慨 过了30年 两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欧洲 有了一片我们祖国最伟大的智慧宝库 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阵地 中医药的荣誉并不是对我本人 我感觉是我们对我们行内的人 在海外华侨几十万人 从事这个中医药行业的一个鼓舞 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现状 陈振坦言 中医药在各国发展并不平衡 还需要更多的创新 中医药各国的发展不均衡 各国的态度也不一样 确实我们需要创新 需要创造 用中国的智慧 其实中医药并不简简单单是 针灸于中医药提供按摩 而是代表我们5000年中国文化 传承最宝贵的东西 在欧洲 只要我们每个医生都能把 你的患者当作 每次的患者 遇到患者都当作一次 美丽和神圣的遇见 和他们沟通 和他们聆听 中医药用一种当地人 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 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承 来宣传这些会走出一个 大健康的创新之路 2019年恰逢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0周年 第16届世界中医药大会 也将在匈牙利举行 陈振表示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海外从业者一定会继续努力 让这份智慧汇集世界上更多的人